好 一樣 市長 感謝 謝謝 本案報告事項照原作決定通過 現有吳委員秉瑞聲明 吳委員秉瑞剛才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一哭二鬧三逃跑 神盾局長鍾嘉賓 民進黨昨天 我是不知道他是在綠色巨英在繼續鬧場 還是今天要表演什麼叫做這個神盾淘寶大戲 事實上在禮拜一我們在審國會改革法案 民進黨就一直在鬧場 一哭二鬧 然後三散會 搞了40次散會動議 全部被國民黨打臉 那民進黨就是一個輸不起的政黨 所以說輸了40次 還是硬要去提三會動議 那到了昨天 我們其實在審這個 國會改革的法案 民進黨提的版本 坦白講這提的版本 是可以併到這個黨團協商去討論 但民進黨硬要在他們的這個會期當中排審 就算了 匆忙到 這種所謂的急救張到 結果連柯建民都生氣了 因為竟然法務部不用提書面報告 那中嘉賓是跟大家講說 因為時間太趕 趕什麼趕啊 你八年前提的那個國會改革版本 你都不通過 你到今天才去做戲 就做的樣子來趕 可見這個立法品質有多粗糙 然後結果呢 民進黨40次三會動議被打臉之後 在這個下午 這大體討論 柯建民發言之後 我就到主席臺上 我說你們民進黨40次 國民黨一次就好 我就提一次三會動議 一提下去 三會動議交到桌上 我真的沒有看到今天 我們這個中嘉賓化身閃電俠 立刻跳起來 拔腿就跑 然後就不見了 三個小時消失不見但 鬧了國會最大的一個笑話 不敢面對自己的所謂的 國會改革的那個怠惰 然後呢 當別人提 你提40次三會動議 吳宗憲 主席趙偉 都一一的來去表決 可是 中嘉賓竟然是 看到三會這個動議 吳宗憲 直接就開始示範什麼叫做 快速逃跑 那我真的覺得說 民進黨說真的 昨天我看到的是 笑點滿滿的民進黨 那鴻宗憲你自己的版本被 被丟包你也沒有意見 這個都是很奇怪的性感 這荒謬 我的法案沒有被丟包啊 我的法案就是 2016年 一字不插版的民進黨的 國會改革法案 問題是 2016年的那個案子 被丟包了 八年啊 在座的一堆都連數啊 哦不對 那是民進黨黨團版 是 所有民進黨立委 一起 代表提出的 丟包啊 丟了八年 今天 快馬加編 我們這邊在講意識規則啊 我講到好感動啊 意識規則 終於重要了啦 我今天叫柯建民 我今天不叫羅志強啊 2016年你就主張 就主張的是什麼 你就主張的就是 主張的 主張的 國情報告集問吉他 欸 不用 那總之好 你的畫面都有啊 什麼叫忠祝孝庭 什麼叫死人雅蕙 既然自己 死人雅蕙 今天再也大大講說 我就是超可憐 你希望我們的版本 也沒有完全超好 因為好像說 其他的 有創建出來啦 你的版本不是只有一個 怎麼大家都很清楚嘛 心思捧心 不是東思孝平 我會2016年的 那個死掉的民進黨捧心啦 我心來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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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剛才這個國民黨 奧帥團放中 不過昨天黃國川委員說 擔心這個立法院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表決會輸 你怎麼看的事情 因為 禮拜五 我不曉得 這個行程 好像是禮拜五到禮拜一嘛 那會發生表決會輸 那國民黨就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我想 想要出訪的人 他會有全面的考量 下禮拜 副困局總召到底現在會有多少的團 我想這個行程跟內容還是要由副總召這邊來做一個統一對外的一個說明喔 不過我們無論是這個每一次的院會 我們一定會希望我們的委員都能夠來到場 那還有最重要的是民進黨既然現在都已經有跟這個外界有說明了 在這個關鍵時刻裡面 副困局總召有這個 副錄的一個計畫的話 如果民進黨團要利用下個禮拜 來故意做偷襲式的表決的話 那我們也會看相關的提案是什麼 如果說這個提案不是一個有道理的一個提案的話 我想民進黨團也應該要對國人負責 那還有如果說這個提案 確實是我們大家共同所關心的話 我相信民眾黨團也一定會投下反對的票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野的溝通都是非常暢通的 但是我們從過去到現在 也都是理念跟主張的一個結合 所以我們也會試下禮拜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攻防來做決定來溝通討論 那我們也希望如果真的是一個沒有道理的一個提案的話 當然國民黨團民眾黨團也一定會一起來投下反對的票 第一個我什麼時候 我個人當然是比較早就知道了 這個因為我本身也是 我跟大陸本來往來就是比較密切 這個我也從來不否認 所以我知道說一直就是大概在 因為我馬總統那個 我大概也是1月份就知道3月份要過去 應該去年底大概差不多那時候知道 然後那個後續當然還有一連串的這個訪問行程 這個是大陸的對台政策方面 大家應該如果有理解的話 大陸對台真的是走兩手策略 硬的更硬軟的更軟 一直在做一些切割的這個對待 就是說如果說願意交流溝通 他們都願意嗎 年輕人或者是認同中華文化的這一類的這個這樣的族群 那你剛剛說那個副總召 副總召要訪問的這件事情 因為 以立法院來講 他是我們的總召 我們國民黨團的總召 所以他是這個代表 帶著立法院黨團過去 這是在 在我們的這個 立法院的這個 說法這樣來講 那以黨來講 因為大家如果理解的話 大陸是一個一黨領政的地方 就是 就是黨是 而未接是在政府上面的 一黨領政 那所以 呃 當然在這個 我們總召本身也是擔任 因為總召身分 所以也是擔任這個 國民黨這個政策會這個執行長的身分 所以他同時兼具有這樣的身分 然後 呃 在這個黨的裡頭有這個政策 政策的方向的這些 執行的這個方向 所以我想 呃 總召應該也是有跟我們黨中央現在溝通了 那 可能溝通的時間 呃 因為民意代表也 事實上我們要去哪裡訪問也 不用經過 呃 不用經過我們立法院 或是不用經過這個 我們黨的這個同意嘛 那今天 帶著這樣的想法去 帶著這樣的身分去 事實上 是對呃 兩岸之間黨跟政之間的交流 都是很正面的 我個人事實上 嗯 因為大家現在已經都知道 本來是要4月18號去嘛 那時候我是 就今天嘛 明天齁 本來是行程上比較可以 我事實上是很想去啦齁 但是因為我的行程 我現在還在看 因為我有一個地方的這個 媽祖的落盡行程啊 所以 大概要了解一下 如果我們這次過去 如果說是呃 看對於這個金門啊 我們路客 來到金門的觀光喔 有多大的這個幫助啊 如果說我們金門路客的觀光 可以這樣幫幫助我們事實的開放 拯救我們現在很慘的這個各行各業化 當然這個我就會一不容辭 我會走 我會走 待會兒 如果你們也能加油 你房子 我會走 你 我會走 我會走 你